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節目的現場 教育廣播電台拍律遊樂園節目 我是袁永鑫 今天行動會客是很開心為大家請到的是 哈囉 鼓鼓 哈囉老師 好久不見 大家好 我是鼓鼓李思維 其實有了臉書之後 好久不見都沒有那麼久了 對啦 就覺得好像平常也是知道他在幹嘛 因為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很負面還怎樣的 然後老師還有傳一個簡訊 稍微關心我一下 那真的真的心情很糟 我在做專輯的時候 你周湯豪跟831阿普是三個在我版面上負能量我們最多的人 我們剛好 為什麼啊 我們剛好是 我們剛好是這一代同一代的藝人 而且你們是一個太有默契 你們發文的時間都會差不多 也聲人靜總是 然後我想說我關心一個就要三個一起關心 哈哈哈哈 對啦 哈哈 對 喔喔喔 有毛病啦 你的負能量都從哪裡來啊 我說我的負能量喔 嗯喔 就是我做這張專輯我就是在找我這個 我的情緒的那個不好的點到底是在哪裡 你常常這樣嗎 喔很常很常很常 Really 很常這樣子 然後 可能我慢慢去發覺比如說有一些是來自於自我認同的困難 你還有自我認同困難 有喔就是你認為的自己跟別人認為的你有落差太大 你還是很在乎別人的認為這樣子 對這個 然後我就想說為什麼我會這麼在乎別人怎麼看我 然後又開始往回蛙 發現是可能來自於你的家庭 嗯嗯 可能你的家庭沒有把你的人格建構成一個非常完整的狀態 所以你需要你有一個洞 嗯 你需要靠外界的眼光把那個洞補起來 你是很容易踩到一個什麼痛點 你就容易炸開的那種負能量還是什麼的嗎 會會會會 還是它是一直累積積到不行的那種 嗯會會有時候會很爆炸但是平常也會累積 那就是隨時隨地都在負能量 對 但是我盡量把它隱藏起來然後放在歌裡面 對啦如果跟周湯好跟巴桑阿博比你是 對你是第三名 比較客氣一點 不能量第一名應該是周湯好 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 因為因為像像這這三年我我發片第一章 是三年前了嘛 嗯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那個時候 以前就認識Nick 可是那時候跟他稍微比較可以多接觸 然後阿卜就是認識很久了啦 但我覺得像這三年Nick就表現得 對我而言我覺得他表現得非常好 嗯 然後突破了很多大家對他的框架 然後自己也挑戰了很多 我覺得他得到了 反正他做到了 呃至少我 我覺得沒有想過他會做到的事情 所以你的用意是負能量久了也會變正能量 沒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這麼 要站在台上 這樣子的人 他的背後都是非常辛苦的 嗯 我只是想要講說 站在台上真的不容易 哦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那像阿卜明天是小巨蛋 前一天還可以在臉書爆炸這個 對啊 是怎樣 就是要站到 站到這個地方的人 要承受的壓力都不是你可以想像的 沒有那麼容易 然後下面就有朋友可以回應說 你要演給我演好啊 對對對 我就趕快複裔一下 那我沒有覺得他在演啦 因為像比如說聊到 聊到給家人的歌 比如說他有 我記得他有講說 只有給他媽媽的 他有講說媽媽很多叮嚀啊對不對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什麼 我想到我從小我媽 從來沒有給我任何叮嚀 那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假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每個人家庭真的不一樣 你看像這樣 他一直叮嚀他這樣的小孩 是長這樣 我家的我媽 從來沒給我叮嚀 就長現在我是這樣 你是希望你媽多叮嚀你嗎 嗯 每個人都渴望愛啊 我是被我媽媽罵大的啦 對啊 就是有那種愛的表達方式 但是 但是像可能我家就是 比較稍微冷漠一點 你們家是 比較安靜那一種 就是因為我 我原本是 因為我爸離開之後 可能開始就有一些變化了 對可能家裡少了一個人 然後媽媽可能要賺錢 你又覺得你應該要負責了什麼的 之類的他偏偏要賺錢 可是我們都還是學生 我跟我妹都還是學生 所以我們就要 想辦法假裝沒事 可是其實我們有事 因為我們年紀還小 但是你媽都用沉默替代是不是 不是我們可能還要再cover她 喔哇 因為她也是受傷的人 她也是受傷的人 所以三個人都受傷了 那 就這樣子過了幾幾年 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那愛就這樣子被 被埋在一個神處 用別的方式去表達了 所以我在看到她 她說她媽那麼多叮嚀的時候 我心裡是羨慕的 可是這個東西是回不去的 所以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是在思考 我是在想說 到底什麼東西 什麼遺憾 然後 她埋在心裡面 我幫她拿出來 然後我去認同她 嗯 這個遺憾在我身上 她就是必然的 那我就接受吧 專輯的精神意念 跟思維是這樣子 可是在音樂的形式上面 卻大量用了非常多 80的一些元素 對就是 原本一開始 在去年寫完這些歌的時候 就我打 本來就打算要做一張 就是 復刻我小時候聽過的專輯 因為小時候很愛買專輯 真的 你小時候都買什麼聽什麼 呃 買很多 比如說像我喜歡聽R&B的時候 買很多讀德偉 哦 可是那時候我包含都是R&B OK 我小時候不知道 就好聽而已 嗯哼 然後也 當然小齊哥啊什麼 反正出什麼買什麼啊 了解 對就是有什麼好聽的 我就一直買一直買 了解 而且這張專輯 因為我在聽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嗯 這個好像什麼 Jimmy J and Terry Lewis 在幫Jenny Jackson做的某一些拍子 可能你才聽得出來 搞不好我都聽不出來 對你有一首歌一開始 Give it a bit 欸那個 對 那是Nasty的前面第一句話 Jenny Jackson的歌曲 好屌喔 被發現了 欸 好屌喔 是偷用的嗎 還是 我沒說錯吧 這Sample Sample Sample 是取樣嘛 對不對 好屌喔 要求我 瞞不過你的眼睛 哈哈 有點恐怖了 那你還是不要聽好了 哈哈 怕被你 怕被你挖出太多東西 不會不會啊 然後你跟馬斯卡那個 就是後面變雷鬼 最後還有一個馬後炮 那個也很像 Jenny Jackson的一首歌的做法 然後 然後 然後你有一些歌 用那個Saxphone 我是覺得用得很不錯 喔 Saxphone手 叫謝明彥老師 有有他最近也來我們節目 他是一個藝術家 音樂家 他老婆很鏘你知道嗎 呃這個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 我只知道他很厲害 喔他是真的非常厲害 他太厲害了 對對對 這整 橫跨非常多領域的人 整張的Saxphone大概有 好像應該有三首 嗯 呃他在一下午吹完了 喔 全吹完 OK 像那個超展開我就超愛 超展開就是一直開一直狂噴 對對對 就把它集結起來 可是你知道 因為我在聽的時候 我就是邊做事情 我其實還不知道歌名是什麼 就來了 然後我想 欸什麼 什麼歌啊 為什麼叫腳張開啊 哈哈 你叫醒來腳張開 對 我就想 這是歌要講什麼 欸腳張開 喔招產開 希望那個 希望那個 網路上有對腳張開有興趣的人 可以幫我後製一個腳張開的影片 有什麼商品可以用腳張開來那個 代言 運動的吧 喔 夾的吧 哈哈哈 夾的啊 運動的啊夾的 喔 欸昨天那個 前幾天啊有人送我那個 周邊商品 你知道最近那個火球季音樂集 對對對 這幾天 然後就一大箱寄來 喔 YES 我有看到很多人PO 那我想說這什麼玩意兒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好奇 就我看一下 我想說六個插杯這麼可愛 真的很可愛欸 就知道你是怎樣 你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嗎 對啊 裡面字好小 我終於找到那個名稱的時候 要知道你的熱情吧 我哈哈大笑 而且它還有保存期限五年 所以五年要把它用完就對了 所以那都想要嗎 哈哈 後來我朋友 等一下我大概知道這是什麼了 我朋友一看說 欸你拿飛機杯幹什麼 喔 但是我真的是我生平第一次握到這個東西 我也是第一次拿到啊 對啊 蠻屌的 這 idea 蠻屌的 但是 一般人沒這麼小吧 喔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哈哈哈 我不知道他是用誰的 誰的 誰的 誰的賽事去定做 Sample去定做 還給小學六年級的小孩用 那蠻酷的欸 蠻酷的 對啊 哇這個當周邊商品 而且我很多朋友說這個音樂器辦得很棒 是啊是啊 去演出的人說後台啊什麼 所以他們音樂器有賣這個喔 一次賣一首嗎 這個我不知道欸 主要是演出的人啊 都覺得說後台很像Samsonic的感覺 就覺得很棒 喔 但是音樂器不要用這個啦 直接帶女朋友去 呃 也不是每個人都女朋友 喔也 對 對啊 那找同學護 哈哈哈 這個可以找那個 這個可以找那個 小橘漢流逼啦 哈哈哈 你參加過海洋樂器嗎 我參加過當然 那海灘上不是有很多就 那一天就發生那個 喔我都選擇 都選擇就是 就是 喵過去 晃過去 當作沒事 喔你都喵過去喔 喔好吧 你怎麼那麼客氣呢 我比較害羞一點 當時年紀小 對年紀小 但是真的年紀小 年紀很小 哈哈哈 好 所以這樣用了很多80的元素 但也看到很多futuring 喔對對對 你要不要講一講這一部分 這大概是你futuring 最多的一張專輯吧 對啊 然後 其實一開始 在找人選的時候 也有遇到很多挫折啦 比如說你被打槍的有誰 不行講啊 哈哈哈哈 我就想聽啊 對啊不能講 可是我可是 可是一開始齁 這個挫折對來講真的非常大 等一下我都認識他們嗎 應該都認識 喔 錯的非常大 可是一開始我會覺得 我其實覺得被打擊很大 可是我覺得 等一下是只有一個還是好幾個 嗯 就不特別講了 反正我就只有打擊很大 好 對那打擊很大是因為 我是想說到底是怎麼了 我一開始在那個timing的我 是覺得說 喔為什麼是我做錯了什麼嗎 或者是說 是我 我很差嗎 不一定是做錯什麼 對啊對啊 可是那個時候的我會這樣想 喔 那過過一兩個月 我大概從寫完歌 然後比較醒來以後 我就會覺得 喔這件事情其實也沒那麼嚴重 你還花了一兩個月喔 對啊對啊 就是可能是 騎乘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風格 可能或是說有派程 怎麼辦我好想知道欸 怎麼辦我好想知道欸 等一下跟你講好了 我們先聽歌 我麥克風關起來問他 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先聽招展開 我急著想知道答案 招展開嗎 對對對然後再來聽Future你的歌 好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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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